兄弟们开不开门 无人扶我青云至 我自踏雪至山殿 北魏的佛像啊 非常的壮观 这个古董店里面有很多咱们中式的文物 古代里有家具 正门寿的 各种的雕像 琳琅满目的 真的非常开门啊 雕刻的非常精美 绝对是顶级文物 这个大的屏风吗还是实际 一看就年代感了 这个脸都被风雨给侵蚀了 是咱们的观二爷嘛 观影 这个木质的雕像 一看也是自然的风化 一看也是自然的风化 这个巷像 这个巷像 设计的也非常有感觉 这是不是还是咱们中国的财神爷啊 哇塞 这个罗汉 怒梦圆珍的 骑着大象 非常有特点啊 非常有特点啊 特别是他的眼睛啊 特别出彩 后面的这个木质屏风也非常的有年代感 这种都是北魏时期的那种感觉的雕像 这脸都被人摸黑了是吧 哇塞 米勒佛真的是到哪都是乐呵呵的 笑口常开 吃足常乐 诶 这个罗汉就 比较的慈眉山木啊 可以看到他肋骨 应该是饿瘦了吧 哇塞 这还有蜘蛛网 光放在这里面 我感觉都放了很长时间 他骑了一头鹿 这个不会是汉白玉的雕像吧 这个佛光普照呀 这是 两头小狮子 两头小狮子 哇塞 这个是什么佛像 头真大啊 都是艺术品 哎 哎 这个佛头猛的一看有点像王建林那人似的 是吧 建议万达集团的王董事长把这个佛头给收了 而且这还是有历史价值的啊 真的很像啊王建林 这是用瓷器刁的螃蟹栩栩栩如生啊 这边的佛像都比较的珠圆欲润啊 哇塞 这个非常立体 上面的灰尘和土 你看就是有年代感的 可能是刚刚挖出来不久吧 这个雕像有点像那个 埃及的那种雕像 青铜的佛头吧 哇塞 这个牵手观音 厉害了 真的是牵手啊 每一个树上的都拿着各种的宝器 这是卧佛 这个有意思啊 这是佛的今生 佛家讲究一个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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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官二爷 这个官二爷 非常的栩栩如生 大刀 这应该是一个木头的雕像 后面有个大的屏风 啊 欲智诗 中国文字 这是我们古代的那个中国的家具啊 这个是一个娃娃佛吧 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可爱 这么多佛像可以保佑每个人平安喜乐 哦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中国文物博大精深啊 这就是泰国古代时候士兵的铠甲 这就是泰国古代时候士兵的铠甲 可以看到冒岩非常的宽大 既可以防止刀枪剑极 也可以遮挡阳光 还有雨水 这个盔甲也是一种 可以透气的感觉啊 因为这边比较炎热 又轻便 而且又能够防身 又可以防止 阳光雨露 啊 鞋子都是草鞋 可见这个脚的部分是比较容易攻击的啊 因为 脚的部分 没有什么护甲的感觉 也没有什么护甲对 以后 你不过拍摄